周末夫妻能长久吗 说实话没有特殊的情况 最好不要做周末夫妻 尤其是有孩子的 说一个我们刚做的案例 这两夫妻呢是一个城市的 跟老公结婚过后 这个老公就被派到周边的城市 高铁就两个小时 女的就跟我说 我们刚结婚没有孩子的时候 没什么感觉 经常还小别身心婚的 我们那会儿每天晚上都会打电话 晚上睡前视频晚安 早上起床第一件事也是打视频 一起起床洗漱吗 周末他一回来了 我们就去外面吃饭 或者我会给他准备大餐 他老公那会儿还经常给他惊喜 带一些当地的特色小零食啊 或者出差的时候 给他买一个小物件 然后拿回来给到他 两个人的日子过的是有滋有味的 没觉得周末夫妻有什么问题 但是有了孩子之后 生活就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他怀孕初期 怀象不好吗 为了把他每天打针 然后呕吐啊什么的 然后看到别人有老公陪 他情绪就变得更敏感了 更容易胡思乱想 他老公一开始是赖着性子哄 但是后来就不赖烦了 回消息回得也特别慢了 打视频也是说不上几句话 周末回到家的时候 虽然会做这个做那个 一开始呢 也会赖着性子哄一哄 但是后面他还是要继续抱怨的话 他老公就会开始不赖烦了 回来也变得很敷衍了 虽然也会给他买各种吃的 但都是那种更在意孩子能不能吃的 孩子出生过后啊 他妈妈过来帮忙带孩子的 但是孩子主要还是他在管 喂奶换尿布拍奶格 他老公呢 也就周末回来弄个两三次 但是小孩一天一个样 真的 他老公就开始慢慢弄不了内心了 还会嫌孩子炒业 有时候就接着说 哎呀你看有孩子的 我得加班嘛 我得多给家里赚点钱 周末都不回来了 女的就说 我也能理解 家里的确需要钱养孩子 可孩子稍微大一点以后 这个事儿就变多了 两个人打电话 更是说不上几句话 就被孩子打断了 有时候好几天 他们可能打不了一通电话 各上各的班 他下班了带孩子 他老公下班了干什么 他也慢慢不知道了 后来孩子呢 是慢慢长大了 两个人生活也不一样了 老公呢 基本上是周六回来了 在家睡一觉 周六下午就走了 特别像交差一样 回来呢 也是手机不离手 眼里一点活都没有 也不会跟他聊天 总之给他的感觉就是 这个人是回来了 这心没回来 前段时间呢 他女儿拿他老公手机 在玩的时候 发现他老公在外面有情况了 他就哭着跟我们说 后来他才知道 最近这几年 他老公都一直跟这个女同事在一起 他所谓的加班 给家里赚钱 其实是陪那个女人出去旅游了 我当时随口问了一句 这个女的 说那你老公去到底做什么工作的 私杀一般都会去哪里 他突然一下抬起头 一脸盲然地看着我说 我不太清楚 我们俩好像很久没有聊过工作的事情了 我又追问了一句 那你老公在那边要好的朋友同事你知道吗 他更是一脸盲然 我为什么要分享这个案例给你们听呢 我是想让你们知道 周末婚姻真的不是那么好经营的 如果你们必须做周末夫妻 那你们夫妻之间的沟通 较比普通在一起的夫妻要多很多 除了这些以外 你们各自都更要有底线 更有责任心 你们需要更强的自我约束 不碰底线 不负对方 而且我要给各位女性提个醒 你们老公要是跟你周末生活 你也一定要清楚她的工作情况 关系好的时候 你了解她的工作是对她的关心 关系不好的时候 你了解这些是了解你家的财产情况 如果出现一些 你不得不面对情况的时候 至少不会让你损失太大了 对方 restrict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